张庆祥,新加坡著名医生,养生专家,四十岁的亿万富翁,却不幸身患肺癌晚期,被医生判定只有半年的生命。 当他意识到自己曾引以为傲的财富无法拯救自己时,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,把他致死才悟透的关于财富与健康的真谛讲给人们。 俗话说,鸟之将亡,其名也哀,人之将亡,其言也善。 张庆祥临终的一句话让数万人陷入了沉思。 张庆祥1971年出生于新加坡一个普通家庭,家境贫寒,一条裤子都是哥哥穿小弟弟穿。 张庆祥作为家里比较年幼的孩子,他的裤子上不是补丁就是破洞。 也因为他穷酸的模样,他经常受到同学的嘲笑甚至排挤,让他年少的心灵受尽打击。 所以他立志要成功,要成为有钱人。 张庆祥用功学习,凭借自身的聪明和毅力,一路学习考上了医学院,后来如愿成为新加坡一家公立医院的眼科实习生。 只要实习期一过,就可以成为月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眼科医生,而且随着经验增加,收入还会成指数型增长。 张庆祥原本对自己如今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,然而在眼科实习时,他注意到许多医生离开国营医院转行医美行业。 当时的新加坡医美行业管控和考核都非常严格,是需要先考取医疗行业的职业资格,然后才可以再参加医美行业的考核。 而且每年都要复审,人员、设施、布局等是否达到规定标准,稍有不慎,就可能被责令停业整顿甚至直接吊销职业资格。 急于摆脱贫困的张庆祥并不在意这些,他放弃实习,一心备考,最终他凭借着聪明刻苦顺利拿到医疗和医美行业的执照。 但张庆祥能把医美行业做得风生水起吗? 新加坡气候湿热,光照时间长,新加坡人不喜欢带遮阳伞,所以皮肤被晒得偏黑,普遍缺水,皱纹,晒斑问题很多,再加上身材普遍瘦,胸部扁平。 爱美的女人们,尤其是有钱的太太小姐们,都很喜欢做面部养护,拉皮,龙胸等,所以新加坡医美市场非常巨大。 张庆祥出入医美行业,为了快速成为有钱人,什么手术都做,从简单地去皱到需要严谨技能的甲体植入等等。 仗着他医科出身对人体结构和机能的熟识,只要患者有需要他就敢做,这无疑为他迅速打开医美市场奠定了基础。 而且转行后,张庆祥很快发现医美行业的潜规则。 有人去看全科医生,花一百多元就会不愿意,抱怨太贵了,但同样是这些人,却愿意花上几万甚至十几万做龙胸手术。 发现这个事实,对张庆祥来说,更坚定了他的想法,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 刚开始,张庆祥没有足够的资金聘请助手,所有的手术都需要他亲自去做,所以他把自己变成机器一头扎进手术室,每天都会忙到很晚。 患者走后,他要忙着整理资料,策划宣传方案,复盘一天的问题与收获,当然包括金钱收获。 那时候,他经常凌晨一两点才能入睡,但看着迅速鼓起的腰包,他是快乐的,甚至是狂热的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张庆祥的业务迅速扩张,他找到之前的学姐,说服他过来给他帮忙,之后又聘用更多的医美医生。 当张庆祥名气越来越大,来他这座手术的排队预约了,从最初需要等待一周,到后来需要等待一个月,三个月,甚至半年。 看着出出入入的患者火热的预约报名,张庆祥不是感恩患者,是上帝,为他带来了信任与财富。 他竟然觉得来整形的女人们都很自负,并希望她们越自负越好,自己的生活才会越来越美好。 此时的患者在张庆祥眼里已经变成了行走的钞票,正争先恐后地涌入他的口袋。 无疑,张庆祥已经的场所院地成功了,但他会满足于现状吗? 随着医院的发展,新加坡本地的业务已不能再填补张庆祥膨胀的野心。 于是在拥有足够资本后,张庆祥在印尼开设了又一家医院。 印尼的医院和新加坡的医院是不同的,不管是装修风格,接待礼仪和充值数额等,都能彰显出财富和身份。 只有上层社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才有资格经常出入这里。 张庆祥开始结交社会名流、成功人士,并试图混进他们的圈子。 那时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个有钱人,他要变成有名望的成功人士。 他开始大肆挥霍钱财,购豪车、豪宅,经常出入高档餐厅和会所,好让自己躋身于他们的行列。 他投其所好,很快如愿地结识了几位名门望族,并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顾客,甚至合伙人。 这也让他坚信,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。 他对妻子曾说过,这些穷鬼有什么资格和我交往,我的朋友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 对待妻子,他也是王者的模样,以止气势,因为他认为妻子的好日子都是他给的,这是他的权利。 张庆祥是基督教徒,这是从他二十岁就开始的。 但在一次祈祷迟道后,他直接告诉牧师,你把步道时间改到下午两点, 那时我也许有时间来教堂。 此时的张庆祥激进疯狂,已经没有了丝毫敬畏之心。 佛家常说,德不配位,必有栽殃。 或许这样说有点迷信,但这其中的理确是正道。 接下来,张庆祥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境遇呢? 2011年3月的一天,张庆祥在健身食腰背部突然出现了持续剧烈的疼痛。 他想可能是用力不当造成了腰肌损伤。 做做理疗或按摩就应该就没事了。 于是他去会所做按摩,稍好一点,他觉得没什么大问题,就继续做自己的事了。 可是腰背部的疼痛并没有继续好转,反而越来越厉害。 这让张庆祥怀疑自己得了腰椎肩盘突出症,去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。 他想这下地休息一段时间了。 不过他并不担心钱的问题,因为他的医院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去送钱,这点钱对于他根本不算什么。 但当他拿到检查结果后,慌了。 他的骨髓出现代谢异常,作为医生的他清楚,这意味着他可能得了癌症。 他再也没有心思工作和娱乐,去医院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。 在等待结果时,他每时每刻都在祈祷主能保佑他,甚至发誓只要不是癌症,他会每天虔诚地去教堂祈祷。 最终,张庆祥被确诊为肺癌晚期,癌细胞遍布他的两肺,并已经扩散到他的脊椎、肝脏等。 张庆祥怎么也想不到,在他人生的巅峰时刻,竟然遭遇这样的事故。 他问医生还有多少时间,当得知还有六个月时,他崩溃了。 他请求医生给他用最好的药,多少钱都行。 但医生无奈地摇摇头,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曾经引以为傲,无所不能的财富不管用了。 他躺在病床上时,大量着四周,突然觉得这真是明晃晃的讽刺。 前不久,他还将如他一样的患者视为钞票,此时他却成了躺在病床上等死的患者。 更让他绝望的是,他面对心里前所未有的恐慌时,很想得到陪伴和关怀。 他打电话给妻子,妻子听到他的声音很冷漠。 他想打电话给以前亲人、朋友,发觉竟然已经很久很久没联系过,不知道怎样开口。 他打电话给他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,他们此时都只是礼貌地安慰两句,匆匆挂了电话。 此时他感觉自己竟然穷得,除了钱一无所有。 张庆祥说,每当我睁开眼睛,真期望这只是一场梦,只要醒了就会过去。 但癌痛时刻都在提醒他,他的时日不多了。 张庆祥身为一名医生,还很注重健身,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肺癌晚期? 难道一点钱照都没有吗? 张庆祥回忆他创业的这些年,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是没有先照,只是当时他满心满眼都是钱,忽略了一直陪伴自己的身体。 张庆祥在刚刚进入医美行业,望我搞钱的时候,经常一头扎进手术室不出来。 熬夜到凌晨是常试,也时常会头疼,腰背酸痛,但认为是累到了,仗着自己年轻休息一下就好,所以不以为然。 后来,为了混入上层社会,张庆祥经常出入高级场所,吃喝无度,体重从原来的六十公斤暴增到七十多公斤,体九度都出来了。 张庆祥说,过去的我太愚蠢,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金钱之上,忽略了亲人朋友。 当我放下自己的病情,帮助和我一样受苦难的人们时,我的内心是那么的平静与祥和,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幸福,这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啊。 人的一生论长度平均七十多年,有的人八十至九十年甚至一百多年,可如张庆祥般四十年,确实太短,可论宽度,或许于他,这四十年浓缩了从平常到财富,膨胀到临终醒悟的短暂一生。 他在生命最后将人生活的价值,告诉所有知道了他的人,包括生前和死后认识他的人,也许知晓了活着的真正意义,这就是他这一世最有价值的所在吧。